好,看一下啊,那么我们用户中心的这边,还有一块呢,就是我们这个历史浏览记录的一个显示啊,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呢,你去知道几个问题啊,首先,第一个问题啊,就是什么时候需要添加这个历史浏览记录啊,就是,哎,什么时候啊,什么时候啊,这个需要添加历史浏览记录啊,哎,这是第一个问题啊,那么 考虑一下什么时候要加这个历史浏览记录啊,对吧,浏览的时候啊,那么浏览的时候啊,其实呢,就是访问我们这个商品的,哎,页面啊,这里面呢,有一个对应的,我们这里面有个页面啊,这个页面呢,我们现在还没做啊,叫做static啊,下面有个叫做detail,哎,肯定是你访问我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面的时候,我才记录这个历史浏览记录,对吧,哎,这里面呢,其实呢,就是你在这里面啊,这里面就是 什么时候需要添加历史浏览记录啊,就是访问商品的详情页面的时候啊,访问,哎,商品的详情页面的时候,页面的时候啊,那么你需要呢,去添加历史浏览记录啊,需要添加历史浏览记录啊,OK啊,这是第一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啊,访问历史详情页面的时候,哎,添加历史浏览记录,这个其实呢,就是在这个 商品详情对应的,商品详情对应的试图里面啊,在商品详情对应的 试图中,哎,你需要呢,去添加这个历史浏览的记录啊,这是历史浏览记录啊,这是历史浏览记录的一个添加,那么 然后再往下,第二个问题,哎,就是 什么时候需要呢,去获取这个历史浏览记录啊,什么时候,哎,需要 获取,哎,历史浏览记录啊,OK啊,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,第二个问题呢,你看一下,什么时候获取 什么时候获取啊,其实呢,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页面,对吧 就是刚刚我们用户中心这个页面啊,你其实呢,就是 访问这个用户中心个人信息页的时候啊,需要显示这个 获取这个浏览记录啊,访问 用户中心 访问啊 哎,用户中心,那么 个人 信息页啊,信息页的 哎,时候,那么 显示,哎,获取这个浏览记录啊,获取这个 这个历史浏览 记录,好,那么 这是第二个问题,然后第三个问题 哎,就是 历史浏览记录,哎,他呢 需要存储在,哎,什么地方啊,历史 浏览,哎,记录 需要,哎,存储在 哪里 浏览一次,你去往表里面呢,去加一条信息,浏览一次,你往表里面加一条信息,那么这样的话,你加,你操作这个数据库呢,其实呢,是很频繁的啊,是很频繁的,那么 很频繁的话就会造成一方面呢,你这个图里的速度呢,你可能跟不上,另一方面呢,这个数据库的压力呢,比较大啊,比较大,但是呢,我们还需要呢,去存储这个历史浏览记录,所以呢,我们就需要呢,去找一个,对吧,读写速度要比这个数据库,要快的地方啊,去存储我们的, Redis数据库啊,那么这个呢,你就可以呢,使用我们讲的这个,Redis的数据库,那么,Redis数据库的话,我们说呢,它就是一个内存型的 数据库啊,它的数据呢,是存在这个,内存里面啊,内存型的,哎,数据库,它的数据呢,是存在这个内存里面,所以呢,我们就可以呢,去使用, Redis数据库啊,存储历史啊,浏览记录,浏览记录啊,OK,这是它,最终我们解决的就是,使用Redis呢,去存储我们的历史浏览记录啊,这是它啊,那么,三个要点啊,添加,哎,就访问详情的时候添加,那么下面呢,获取的时候,访问个人信息页的时候,获取,存储在哪里,存储在这个, 数据库里面,好,下面呢,第四个问题,你知道呢,要存在Redis数据库里面, 下面你就要考虑的就是啊,我怎么使用Redis存储啊,就是,存储Redis中啊,叫Redis中,那么,存储历史啊,浏览记录的格式啊, Redis从存储历史浏览记录的格式,哎,对吧,你既然存在Redis数据库里面,那么,你就要去分析这个存储的格式啊,在我们这里面, 你看一下啊,Redis里面,我们给大家讲了五种类型,String,然后,Hashi,吧,List,Seta,Zset啊, 那么你一定,你既然存这个例子,就一定是这五种类型里面一种,对吧,那你,那你现在考虑一下哪一种比较合适,啊, 看一下啊,在这边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,现在首先再来一个问题啊,就是,我们存存储啊,存储这个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啊, 你是一,一个用户啊,是所有用户的啊,历史浏览记录,历史浏览记录,那么,用,哎,一条数据保存啊,用一条,哎,数据保存,那么,还是啊,哎,一个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啊,用一条数据保存啊,还是,每个用户的啊,每个,每个啊,哎,用户, 的,哎,历史浏览记录,浏览啊,记录,那么,用一条数据保存啊,用,哎,一条,数据保存啊,好,那么,下面你就要分析一下啊,存储用户的利益浏览记录是,对吧,我是所有用户的利益浏览记录呢,我只,我用一条数据就把所有用户的利益浏览记录保存啊, 还是我每一个用户的利益浏览记录,我用一条数据呢,保存啊,一条数据保存,你考虑一下我用哪一个啊, 看一下啊,那么,这里面的话,你比如说啊,你比如说我在这里面,如果呢,用户的利益浏览记录,对吧,所有用户的利益浏览记录,我如果用一条数据来保存的话,我应该,选择哪一个类型,选择哪一个类型,对吧,哈希啊,看一下啊,如果所有用户的, 这个利益浏览记录就用一条数据保存的话,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哈希,对吧,哈希里面,比如说这个名字呢,我就叫做Hater,对吧,Hater后面呢,哈希里面我们说,它对应的是不是就是个属性和值的方式,对吧, 那么,属性的话,你就可以呢,去标记是哪一个用户的,对不对,哎,那么,比如说这个属性的名字呢,我可以叫做,比如说我叫做Uda,哎,然后呢,给它后面跟上这个,用户的ID,哎,可不可以,对吧,哎,这是个属性啊,后面呢,对应的是这个用户,它的一个属性,还有呢,一个ID,好,后面呢,那么,对应的,它浏览的哪些商品,我应该怎么记录,我应该怎么记录, 好,用户它浏览过哪些商品,对吧,你这个属性呢,是Uda,用户ID,哎,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值,肯定是用户浏览过商品的记录,对吧,我需要记录哪些东西,哎,商品的ID,哎,商品的ID,对吧,那么,用户浏览过商品的ID,我只需要记录一下,就知道用户浏览过哪一个商品了,但是我们说,哈希里面,这个,哎,属性对应的值,只能是这个,自伏串,所以呢,我们用户是不是可能, 浏览过很多,对吧,假如说啊,用户他浏览过这个,ID为一的,ID为二的,ID为三的这个东西,那我在这里面,我是不是只能用一个字符算来保存,对吧,我为了区分,我这个字符算,假如说我设置一个比较有格式的字符算,他们中间呢,用逗号,隔开,对吧,他们这些用逗号隔开啊,那么,当我呢,去获取一个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的时候,首先,我是不是要,通过这个key,获取它里面的这个属性,然后呢,拿出这样一个字符, 拿出完之后,那么,我是不是需要对这个字符算进行一个拆分,对吧,拆分完之后,我才能拿出他的这个,哎,商品的信息,然后,比如说,用户他又流,又浏览商品呢,我是不是还要往字符算里面去加这个内容,对吧,加内容的话,又对应着我们这个字符算的, 操作啊,所以呢,你这里面就会出现一种情况,你需要呢,不停的去操作这个字符算啊,不停的去操作这个字符算啊,那么,这是我们使用哈希,也就是说,使用一条数据保存所有用户的历史浏览,记录啊,这种方式,那么,你需要呢,去不停的操作字符算啊, 那,假如说,我现在呢,我再来一种,对吧,我们呢,使用这个,哎,我们在这里面啊,这是我们的这种方式啊,这种方式呢,就是直接的去,哎,一条用户的例子浏览记录,他用一条数据来保存,那么,同样的啊,假如说,我每个用户的例子浏览记录呢,他对应一条数据,这个时候,我要选择哪种类型,好,那么,你看一下啊,这个时候,我可以选择哪一个啊,就这样,每个啊, 每个,用户的啊,就是我们这里面,每个用户的例子浏览记录呢,用一条数据呢,来进行一个,保存啊,就这种方式,假如说是这种方式的话,我们选择的这个数据类型,啊,哎,在这个啊,啊,OK啊,那么这个啊,这里面,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们,所有用户的例子浏览记录,用一条数据来保存,我可以呢,选择这个,哈希啊,我可以选择这个哈希啊,我可以选择这个哈希啊, 对吧,那么,如果呢,是,每个用户的例子,就用一条数据来保存呢,首先,我们想一下这个件的名字,对吧,我先不管什么类型,我先想一下这个件的名字啊,比如说这个件的名字呢,我就以这个黑道人呢,进行一个开头,开头完之后,后面,为了标记某一个用户,对吧,我给他加一个下户线,后面跟上一个,用户的, ID,哎,可不可以,是吧,可以之后啊,现在你就要考虑一下,后面对应的这个类型选什么, 选什么,好,Z set,对吧,选择Z set,我往Z set里面去加入这个元素,那你加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加一个,还要多加一个这个分数,对吧,那么除了Z set之后,还有没有其他的,哎,看到啊,比如说这个,除了Z set之后,我对应的类型,我可不可以是个例子的,对吧,你比如说啊,你浏览过商品一二三,我就往这个对应的列表里面加入这个一二三,对吧,加入这个一二三啊,那么,同时, 实际上的话,我们在这里面显示的时候,你是不是还应该保证这个用户历史浏览季度显示的一个顺序,对吧,我最新浏览的,我是不是放在这个最左侧,一次往后排,对吧,那么在这里面,比如说我往里面添加的时候,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,如果用户,他首先第一次浏览的是一,我就往里面呢,去加一个一,好,如果呢,他再去浏览商品三的话,那我加的时候,我可不可以从列表左侧进行一个插入,可以, 对吧,然后呢,你在浏览二的话,我再把二呢,插入到这个列表的,左侧啊,那么这样的话,我获取这个,列表元素之后,他的,从左往右,是不是就用户浏览的最新的往后排,对吧,哎,所以呢,在这里啊,你可以发现啊,并且你会发现,我们这个取数据啊,使用这个,列表呢,去操作的话啊,你往里面,无论是加数据,还是这个,取数据啊,它都比上面这个,哎, 所有用户呢,用一条记录来保存要,好啊,要好,那么,在我们这里面,我们最后选择的就是,哎,使用这个, 利子的类型,保存用户的历史浏览,记录,每个,哎,用户的对应的键的名字呢,就是,黑,下部线,用户的ID,对应的值呢,就是一个,列表, 每一次添加这个,历史浏览记录的时候呢,哎,就在我们这里面啊,添加历史浏览记录的时候, 注意啊,在我们这边,在这里面,添加历史浏览记录时,啊,添加这个,哎,历史浏览记录时,那么, 用户啊,最新,浏览的商品的ID的,用户最新,哎,浏览的商品的ID,那么,加入到列表的, 左侧啊,就从列表,左侧,插入,对吧,这些呢,哎,我们之前给大家讲Redis的时候啊, 你注意,它都有对应的一个,命令啊,它又都有对应的命令,哎,看到我们的Redis预库,哎,找到这个Redis课件啊, 那么,在这里面,比如说我在这里面,列的操作,对吧,左侧插入是不是有个L push, 对吧,L push啊,那么,现在呢,我们在用户中心里面,最终我获取的时候, 你比如说,我这边,我只想显示前五个,对不对,只想前前五个, 我是不是直接,哎,使用我们获取的时候,我们给大家讲个一个命令啊, 这个命令呢,叫做L,按到,往下获取L range,对吧,两个下标是不是搞定了, 对吧,我就可以呢,去获取前五个啊,所以呢,我们在这边,就最终, 我们这个历史浏览记录呢,就使用我们的List来进行一个存储啊, 来进行一个存储,OK,那么,这里面呢,就我们给大家分析的啊, 使用我们的这个Redis啊,存储历史浏览记录啊,存储历史浏览记录啊, 哎,它的一个啊,你首先你要搞懂这几个问题啊, 就什么时候需要添加,什么时候需要获取, 应该存储在哪里,存储的格式应该选择,哪一种啊, OK啊,这里面,哎,它呢,就是我们的一个Redis啊, 存储我们的历史浏览记录啊,这一部分,那么这一部分啊, 这是我们的分析啊, 对吧? 好